混蛋东西我不干了 这点工作量就受不了吗 凭什么我干 还有脸叫 你自己说宁愿收麦子也不写作业的 可这也太多了 这点苦都受不了 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咋办 也对我知道错了 来吧写完这一本还有一亿本 还有多少 话我只说一遍 慢慢写吧我晒回太阳 你这也太不要脸了 你家的麦子让我收就算了 作业还不知这么多 真腐烂你一直叫叫叫什么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了 卧槽臭小子你干什么 让我养的宠物给你按按摩 威哥我错了 错什么了 我不该故意做 哼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不过为了防止你等下报仇 我先去前面的风车屋里躲着 这里充满了我两年半前做的陷阱 门口的半线沟很难被发现 注意别踩到 这堆草垛里面千万不能进 旁边有梯子 我们去楼上 速度要快 这里的窟窿话可不能蹭 老师等下会以为三楼也有陷阱 可我偏偏要去三楼躲着 陷阱都在顶楼呢 这是最后留给他的礼物 我先玩一会电脑 你妈这样的什么玩意 刚才看到他往这风车屋跑了 这小子不肯受苦 也不肯写作业 现在竟然学会了大逆不道 我这就去把他批 卧槽 怎么回事 这门口什么时候有陷阱的 正常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找找他从哪里去了 这扇门好像有点不对劲 进去看看他在不在 是小子的电脑 没想到吧 这么快就被我逮到了 完了 被骗了 妈妈 救命啊 里面竟然是一坨墙 这地板也被换成了幻象方块 早就感觉 他不在这里 这边有个通往楼上的梯子 阿威非常狡猾 下次我不能鲁莽了 现在二楼 这幅画有点诡异啊 蹭蹭进去 不好 快跑 尼玛 骨灰都给我轰飞了 这小子 在室内做这么危险的东西 赶紧去三楼看看 又是同样的套路 他如果在这里 我吃屎 根本不用考虑了 直接去顶楼 把他揪出来 哈喽 哈喽 各位大哥 冷静一下 这什么破玩意 看来小子不在这 嗯 怎么有颗钻石 来都来了 不如狠狠赚一笔 幸好我带了稿子 哈哈 这下子直接发财了 对不起 是我太贪了 小子这波计谋 用的真溜 他必然就在电脑这里 果然 喂 别玩了 哎呀 等你好久了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我不死啊 我还有事呢 注意一点 马上要爆炸了 不如狠狠赚一笔 不如狠赚一笔 感谢观看